大家好,我是人家蝦米 大家好,我是人家蝦米 我們今天是11月2號 今天是12月2號 哎呀,重新 重新一下 大家好,我是人家蝦米 我是人家蝦米 我們今天是要抽 12月2號 那你去找2號在哪吧 關姐姐抽 喂 你應該不用死住吧 你這麼高耶 我應該不用服住吧 我應該不用服住吧 這個嗎 雜誌 這個雜誌 12月2號是Kiki 的雜誌 三立歐的 裡面有一盒 玩具 這個應該是做貼紙的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像貼紙一樣的 四分之一下來 讓你再看要怎麼剪 那你要小心不要剪到旁邊的喔 這邊就教你怎麼去做這個貼紙喔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找自己喜歡的圖案 然後剪下來 重點就是放在這張 它附的這個紙上面 然後把它黏起來 然後這張機器把它整個密合在一起 它就會像貼紙一樣 所以你可以像畫畫一樣 像這樣這樣子 畫一家三口 然後把它做出來 就變成自己家裡的圖案喔 有動了 動了動了動了 出來了成功 大成功 我們要確定它可以黏 才叫做成功 那它是兩張貼紙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剪開 應該要這個 欸 你不是要布丁弓啊 我上面的也可以 沒關係 這樣打開 就可以黏在 咦 你試試看黏在這上面好不好 它是真的可以黏嗎 可以 欸真的耶 啊它有點類似像保護貼的概念 然後它就會黏在那個紙上面 我還要再吹一個 所以你要剪的話 你要比它還要再小一點 黏在小魚的另外一邊嗎 它是沒問題的喔 是可以黏得上去的 還要還要刷嗎 結果他們現在褲子完了 好 那我來介紹這本書啊 這一本呢 介紹的是三立歐裡面的人物的書啊 主要是這一個 貼紙的製作機 然後它下面還有附一些便條紙之類的 很可愛喔 那我們打開看看吧 打開第一頁 這邊就有可愛的貼紙 你看有沒有你們喜歡的人物呢 然後這邊就是教你製作貼紙的方法 都在這裡面 不過它都是寫日文啊 除了做它的給你的紙剪貼下來 也可以自己畫圖案 然後用這個機器做出來喔 然後這邊有很多圖案耶 你也可以剪這裡的圖案下來玩喔 這邊就是它的一些商品 它有介紹一些商品你可以去買 哇這一頁我比較喜歡 這一頁你看它有教你做小朋友的頭髮 你穿浴衣你頭髮可以怎麼綁 好多喔 編成辮子像這樣子纏在一起好美喔 這個我一直想嘗試 可是每次都弄不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小遊戲 像這個是迷宮 要怎麼走到這個終點呢 喔這個就是它前面附給你的貼紙 這個人物是誰 然後你就把那貼紙貼上去 所以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慶典的感覺喔 所以它可以讓小朋友去找人物 然後貼上去 然後這個就是紙娃娃的模式啦 這下面不是有漂亮的衣服 那你可以幫他們兩個人穿衣服 就會像左邊這張圖一樣 像這樣子貼上去 這小朋友最喜歡玩的 貼紙 這個我就看不懂了耶 因為全部都是日文 不過好可愛喔 所有的人物都在上面呢 很可愛 而且它這邊還有教你做風鈴 你用紙杯 然後再加一些鈴鐺 繩子 然後一張紙畫畫 就可以變成風鈴囉 很可愛呢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 因為它有點類似像 我們學數學啊 學語言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他們表演的地方 你看你可以寫一張小字 像這裡 這張很漂亮的紙喔 它在背面 你就可以寫一些 很好的畫啊 送給你的好朋友 大概就是像這樣 這邊有一些它的新的商品 好啦你們貼紙做得怎麼樣呢 這個做失敗了 做失敗了 怎麼會 因為那個模式開 它黏不上去 喔 那這個就只能用 大膠袋了 這個原本想說你的人是少 啪啦 啪啦 啪啦啪啦 啪啦 啪啦 妹妹做好啦 還有一個是人家做的 這邊還有一個鑽石的愛心 都是我在幫它剪的 因為它真的 它剛剛有一個剪歪耶 人家是牛要牛啊 牛要牛啊 牛要牛 好玩嗎 好玩 這個就是12月2號 我們玩到的雜誌遊戲書 喜歡的可以去找它 做說什麼 謝謝大家 掰掰 現在才發現下面可以放東西 對呀裡面可以放東西 我們把東西都放進去就好啦 你們掉到哪裡 小張 多少張 大耳狗 大耳狗